巨人中学即将迎来躲避球比赛 而三里与亚妮之间的梦幻对决 也终于在此刻奋出胜负 由于亚妮和艾伦一样喜欢吃奶酪 可因入学时艾伦的出场 让众人对奶酪贴上幼稚的标签 亚妮为了不被同学们嘲笑 只能撒谎自己喜欢吃海苔 谁知同学们竟将海苔全部让给亚妮 惹得亚妮内心怒火中烧 决定找艾伦全部发泄出来 正好第二天有躲避球比赛 亚妮向艾伦发起挑战 等到第二天比赛开始 迷倒学校万千少女 结果到他们上场时 艾伦却因迟到没来学校 众人当即混乱起来 为了不被夏迪斯发现 三里说出是杀下放屁引起了争吵 才让夏迪斯打消怀 好一个重色亲友的家伙 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 众人只能一边比赛 一边隐瞒艾伦的事 然而情况十分糟糕 他们队伍中的柯尼 却连比赛规则都不懂 开局两分钟不到 就和马可送出双杀 就在让以为他们这边再也没有 能傻过柯尼的人时 一道缩面的声音响了起来 竟是杀下在比赛中吃起面条 敌方抓住机会 准备将杀下送到场外 可让大家没想到的是 所有攻击都被杀下躲了过去 果然没有人能阻止吃东西的杀下 看到杀下吸引住对方火力 让觉得机会来了 让最强的三里进行反攻 结果下一秒 三里就被送出场外 让一脸猛逼 这种软绵绵的球 怎么能击垮阿克曼血脉 阿尔敏说出原因 只要三里见不到艾文 战斗力就会不断下降 一直陷入颓废当中 面对着奇葩的队伍 让只能全力以赴 好在最终赢下这局 看着身边队友奇葩的模样 让真的不知道 该如何赢过下一场的对手 要知道亚尼那些家伙 可是有夺冠实力的 只见亚尼飞升而起 瞬间将球快速扔出 轻松一个三杀到手 莱娜的扣杀也十分厉害 对方的人根本无法抵挡 连人带球被通通击倒 看到这些主角团瞬间气馁 这还有交战的必要吗 就在这时亚尼再次发出挑衅 如果他们的比赛正式开始 艾伦还没有回来 他就去告诉夏迪斯老师 让他们全部成为巨人的食物 突然阿尔敏想到计则 将让伪装成艾伦的模样 以此来让三里震坐起来 谁知三里却依靠气场 判断出让不是艾伦变得更加可以 眼看比赛越来越近了 所有人都做好牺牲的准备 就在这危机关头艾伦到来 向大家道歉他睡过头了 看着艾伦到来三里瞬间精神起来 一场大战正式开始 究竟谁能赢得胜利呢 只见亚尼拼尽全力 用最猛烈的攻势 想要将艾伦打出局 可惜有着三里存在 轻松化解亚尼所有关系 确保艾伦能够待在场内 如今的三里仿佛换了一个人 这就是爱情拥有的魅力 就这样比赛变成两个女人的战斗 经过一番混战后 场中只有艾伦和他们两人在 艾伦决定一球定胜负 亚尼摆好格斗姿态迎接她的挑战 只见艾伦飞升而起 拼尽全力将球扔出 结果被亚尼轻松踢回 狠狠砸撞艾伦的脸蛋 三里见到这一幕 体内的阿克曼血脉瞬间觉醒 那气场只能用生人物进来形容 所有人全部目不转睛 想要欣赏这最强的梦幻对决 三里拿着球直接冲了过去 就在快要砸到亚尼时 却被艾伦突然阻止 他询问亚尼 为什么这么恨她 然而亚尼的回答 直接震惊在场所有人 他因为艾伦的出城 无法说出喜欢吃烙饼的事 所以才和他过不去 听此艾伦一阵无语 当即向亚尼道歉 表示喜欢就要大声说出来 之后他们就是烙饼搭档 亚尼接受艾伦的道歉与之和好 全校的同学们纷纷鼓掌 就在这时意外发生 只见科尼将球扔向亚尼 偷袭瞬间成功 使得亚尼无奈出局 这场胜利由艾伦一方获胜 但亚尼也和艾伦成为好朋友 还将自己喜欢的烙饼与艾伦分享 不过某些人却醋意泛滥 于是两个女人的战斗再次开始了